老天爷是公平的吗? 我们人类啊,看世界,总是习惯用自己的眼光 这就好比,眼睛在头上 就总认为脚丫子不够眼前一亮 可你换个角度看 脚丫子能走千里路,眼睛能行吗? 就公平,得看大局 得看神的视角,包括看看他,那不只是现在 还有过去,和未来的永恒的眼光 老天爷是公平的吗? 尽管生活,有时让人一头雾水 但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可能要等到走过黄泉路的那一天 老天爷是公平的吗? 人生嘛,就像一块磨刀石 总会有些挫折 虽然这让人觉得不公 但是想想看,没有这些磨练 哪有今天的成长 就像老话说的,艰难困苦 是磨练人的杀举 有时候,上帝允许这些苦难 就是希望我们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老天爷是公平的吗? 我们得明白 我们的理解有时候也是有限的 就好像小孩子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吃糖一样 有些事情,我们暂时可能看不明白 但这不代表就是不公平 老天爷是公平的吗? 我们要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困难 而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虽然有时候,世界看起来不那么公平 但是我们要相信 在这个大千世界 每个人,每个事 每一刻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就像一张巨大的织井 每一根线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老天爷是公平的吗? 人生就像一场大杂烩 有时甜,有时辣 有时酸,有时苦 这就是生活的韵味 有时候,看起来有点不公平 可是谁说了 人生一定要公平呢? 公平,也许就是这个世界的韵味 这个世界的香料 只有尝尽了所有的滋味 我们才能真正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 老天爷是公平的吗? 当你觉得世界对你不公时 不妨换个角度思考 看看这个世界是否真的那么不公 或许,你会发现 那些看似不公的事情 其实是对你的一种磨练 一种考验 一种帮助你成长的机会 然后,你会明白 老天爷其实一直在你身边 他给你的,总是最好的 我会发现 我会发现 感谢观看